许欣当选亚拼联盟副主席 蔡振华正式现任 国庆节期间 中国国拼的队员们也不能休息 因为新赛季的拼超已经开幕 与此同时 亚拼联方面传来了一则最新消息 北京时间10月3日晚 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亚洲乒乓球联盟代表大会上 卡塔尔拼写主席卡里尔、阿尔、莫罕纳迪当选为亚拼联盟主席 中国运动员许欣以及韩国教练员金泽珠 当选为亚拼联盟副主席 为中国乒乓球以及亚洲乃至世界乒乓球 都做出过巨大贡献的蔡振华 就此离开了就职12年之久的岗位 刘代后来人去继续推动 乒乓球在亚洲范围的继续发展 提到许欣的当选 很多球迷都感到意外 按照江湖地位来说 许欣与同时期的马龙、张继科等人相比 欠缺一个大满贯头衔 但毕竟他是双打天才 也不能一概而论 且其在双打领域创造的传奇成绩 足以留待后视去膜拜一番